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双剑合璧呢 因为曾经有人说过 我跟师母就像郭靖和黄蓉一样 所以在主日分享的时候 师母就用他的比较擅长的教导方式 给你们历史的大纲 而我的分享重点会放在细节和实际的应用上面 所以听师母的信息就好像搭直升机一样 从上面就是往下看 然后看到正面的一个风景 还有不同的地区 就好像看到整个梅里一样 而我的信息就好像在达曼布拉丹走马看话一样 一步一步的就是一节一节的来看经文 那我们两个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式呢 因为我跟师母不要消化不良 就像吃饭一样 你不能只单单吃菜 对吗 吃菜的 或者单单只吃肉而已 因为吃久了你会觉得乏味 而且营养会不均衡 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方式不同的 但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就是要大家一起来学习 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也能够更了解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Amen Amen 所以前几个星期当中 师母她通过她的牧师讲古系列 记得吗 她讲述神子民被掳到巴比伦 然后在七十年之后呢 在三个领袖的大领之下返回犹大 而我一直就漫步在丹利礼书里面 那我为什么选择分享丹利礼书呢 因为在整个贝鲁的过程中 一共有四位重要的国王出现 那身为贝鲁的犹大人之一的丹利礼 他竟然能经历两个帝国的朝代 侍奉四位君王 而神也通过这四位的君王呢 让我们看到神在幕后的工作 那这四位君王是谁呢 那第一位是尼布贾尼撒王 第二位是波莎撒王 第三位是大流士王 那今天我们要深入了解的是 第四位君王 那就是基鲁士王 基鲁士王 那有些圣经或历史书的记载呢 把基鲁士翻译为塞鲁士 所以在还没继续分享基鲁士王的事情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就是丹利礼书的总纲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知道丹利礼书一共有十二章 对吗 那前面六章呢 它记载着神子民被鲁七十年所发生的事情 还包括呢 神如何通过丹利礼 来影响四个君王的生命 那因为有丹利礼的影响呢 所以当时的国家他们得到了祝福 那神子民的德蒙保守 而耶和华的名也被高举 那后面的六章呢 却记载的是关于丹利礼所领受的异象 异象 那很多神学家呢 他们认为这六章讲述的是 弥赛亚来临的时间或会发生的事 那有些异象呢 甚至也好像就说到末日的征兆 跟末日的征兆有关 好 我们现在要快速看一下 丹利礼书七章到十二章的内容 你们准备好读七章到十二章了吗 好 我们今天不用读 不需要读那么多 我们只需要读每一章的第一节经文 把每一章的第一节经文列出来 让大家看到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们先看丹利礼书第七章第一节 他这么说 巴比伦王波莎莎元年 丹利礼在床上做梦 见了脑中的异象 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义 我们再看八章第一节 波莎莎王在位第三年 有一项献于我丹利礼 然后九章第一节 马代族亚哈岁路的儿子 大流是立位加勒帝国的亡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丹利礼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明 在这里丹利礼书的九章的时候 丹利礼他了解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神指明将在被掳七十年之后 得到释放 我们继续看第十章第一节 波莎王基鲁士第三年 有事献给称为伯提沙沙的丹利礼 这事是真的 是指着大征战 丹利礼通达这事 明白这异象 我们再看十一章一节 他又说 当马代王大流是元年 我曾起来扶住米加勒 使他坚强 从丹利礼书第七章开始 丹利礼他就用第一人称的方式 描述他自己的经历 他告诉我们 在这位国王的第一年 我做了什么事情 在第三年我做了什么事情 在第一年我做了这个梦 在国王的第三年 我看到了这个异象 他是在这样描述的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怀疑丹利礼书撰写的时间 他们怀疑丹利礼书撰写的时间 可是也认为他不是丹利礼写的 因为丹利礼写的内容 使很多人觉得又怀疑又困惑 为什么 因为丹利礼他预言的事情 太具体 太准确 导致很多人不敢相信 这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所写的 那么丹利礼他到底预言了什么事情 他其实预言了未来帝国的替换 而且预言耶稣在未来显明的时候 在丹利礼书第十一章中 丹利礼他预言 波斯帝国将被另一个帝国征服 而且那帝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但是之后这最强大的帝国 它将分裂成四个帝国 接下来这四个帝国将缩减为两个 但是最终却被另外一个帝国整服 这些都是他预言出来的 而且在这一个帝国统治的期间 米赛亚将会出现 这一切就是在耶稣彰显的五百年前 丹利礼就已经预言了 那真实历史到底是如何的呢 就是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时候 亚历山大大帝他整服了波斯帝国和周边其他的地方 开始了希腊帝国 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 你们可以看那图片 可惜的是亚历山大他三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而在死后他却没有继承人 所以他的帝国被四位将军 就是瓜分 划分为四个帝国 长话短说 那其中两名将军呢 就是塞留西亚和托勒米 所以分别开创了塞留古帝国和托勒米国 后来这两个帝国呢 被罗马帝国整服 那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呢 米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 他出生 在众人面前显明他自己 好 那这一切呢 都是丹尼在耶稣降生之前的 五百年前所预言的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神 他知道将来所有会发生的事情 包括明年 明天 甚至下一秒 没有任何事情呢 会使他感到惊讶的 好 讲了那么多 关于丹尼里书的背景 我们现在要进入正题 那就是基鲁士王 那基鲁士呢 他和其他的三位君王的故事不一样 其他三位君王的故事都记载在丹尼里书里面 但是基鲁士的故事呢 却在耶利米书 在以赛亚书和丹尼里书里面都有记载 而且世界历史里面呢 也记载很多关于他的事迹 我们先看圣经里记载的 在历代之下第36章 我们看到神给基鲁士的祖父 和要他完成的事 在22节 他说 波斯王基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因年 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基鲁士的心 使他下朝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基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狱 你们中间凡座他子民的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这个时候呢 基鲁士他说 所有之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你们都要回去建造殿狱 简单的说就是 我来出钱 那你们出力就好 在以赛亚书第45章 第一节他这么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 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而45章第四节这么说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召你 说我就提名召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们再看44章28节 论基鲁士说 他是我的牧人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陛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 那这些经文呢 在基鲁士成为君王 之前的150年前 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那历史有很多的记载 是关于基鲁士的 那其中一些的真实性 有多少 我们也不太能去考究了 那其中有一位著名的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叫希罗多德 Herodotus 他出生在波斯帝国 在一次政变失败后被流放 然后在流放的时候呢 他到不同的国家 他把所看到的都写了 所听到的都写了下来 都记录在他的著作历史里面 那有些人认为 他写得太过于神话 或不是事实 但是近期呢 有很多的考古学家呢 正是他所写的一些事情 是真实的 那希罗多德呢 他本身也曾经记载 关于基鲁士的事 那当中呢 有一段讲到啊 就是基鲁士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祖父呢 是当时的国王 他的祖父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什么 他梦见自己的孙子 对吗 以后会推翻他的王位 也因为这个梦呢 他就命令 把刚出生的基鲁士杀死 负责这件事的官员呢 就把婴儿就带出去 带出去之后呢 却在路途中 遇到了一个牧羊人 和他的妻子 那这牧羊人的妻子呢 之前生了一个孩子 却在出生的时候 死了 那这位官员呢 当下就做了个决定 把这两个婴儿就交换了 接着呢 他把这个死婴呢 就带回去 给那个祖父国王 跟他交差 那牧羊人夫妇呢 他们回家之后呢 就为那婴儿取名叫 居鲁士 所以在接下来的 这个十年的时候 这对牧羊人夫妇呢 他们就把居鲁士 抚养长大 他们就像他的 亲爸爸亲妈妈一样 那居鲁士从小 从小就学会放羊 认为长大之后呢 他会跟他的爸爸妈妈一样 成为一个牧羊人 那每年在居鲁士 深入的时候呢 他祖父国王都会回想 甚至后悔 当年他所做出的决定 把婴儿杀了这个决定 那到了居鲁士 十岁深入的那年呢 祖父国王他深深的忏悔 这个时候呢 那名官员 就决定把真相告诉了国王 告诉他说 你的孙子其实还活着 那知道自己的孙子还活着 这位祖父国王当然很高兴 然后他们就把居鲁士 接回宫殿里 所以他需要离开了 养育他的牧羊人夫妇 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呢 他以为他是被 从他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身边 被夺走的 那长话短说呢 国王他做的梦呢 后来真的实现了 基督士确实推翻了他的祖父 成为了国王 那后来他后来击败了 巴比伦帝国 还开创了波斯帝国的新时代 那我们或许来想象一下 或许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 他认识了丹尼 而丹尼熟知以色列的历史 和先知的预言 然后他就来到他的面前 就对他说 基督士你的名字在这里 你看在150年前 你的名就已经记录在经文里面了 神要对你说 我认识你 在你认识我之前呢 我早就认识你了 我让你成为牧羊人 也让你牧羊我的子民 在希罗多德的作品里面 你记录一段关于基督士 看到经文时候 他的反应 他反应是什么 当基督士看到经文里 写着他的名字和事情 还说他是我的牧人的时候 他当场意识到 这是真神来的 这是真神来的 这位神彻底的认识我 他完全的了解我的一切 所以他知道了 神有给他一个使命 就是要让 就是要让神子民返回耶路撒冷 也因此呢 他那么的下定决心说 一定要重建这座圣殿 一定要重建这座圣殿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 阿们 我们的神太了不起了 好 我们走马看花 是那么久了 我们要暂停一下 在这里我要借用师母的直升机 我们是非常信 我们一起来做个回顾 一个总结 这四位君王呢 是尼布贾尼撒王 波沙撒王 大流士王和居鲁士王 他们之间呢 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 你注意的话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骄傲和谦卑的主题 通过他们的生命呢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人生的功课 那我们先来看骄傲 在真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他这么说 骄傲在败坏以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而十八章十二节这么说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最后一个二十一章十四节 心骄傲傲的人 名叫谢曼 他行事狂妄 都出于骄傲 一个骄傲的人 不但自满 他也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 更强 更厉害 他觉得一切都是 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里 就这样 骄傲让一个人 抬举自己 甚至轻看别人 而且他也成为一个固执的人 不听取别人的建议和忠告 也容易被人欺骗 容易被人欺骗 为什么我们会问 神为什么要使人谦卑呢 就是因为神知道 骄傲会使人跌倒 甚至走向失败和灭亡 神真的很爱我们 祂不愿我们败坏 祂不愿我们跌倒 不愿任何人灭亡 但是呢 不管多骄傲的人 他都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所以之前我们看了 在这四位君王当中 我们先来看 尼布甲尼沙王 尼布甲尼沙王 他认为自己是最高的主宰 他甚至高过法律 还有所有的神明 但是呢 神却通过预言的方式 得的释放和成就呢 让他经历一个困难的过程 记得吗 使得他最终谦卑自己 来认识神 也承认神是至高的 后来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伯萨沙王 他藐视神 他藐视圣洁的事物 他知道自己的祖父的经历 他却没有从中学习 神同样让他经历 超自然的情况 甚至呢 通过丹尼里的发预言 但是呢 他仍然不愿意谦卑或悔改 最后呢 他还是惨死 国家被灭 后来多一个星期呢 我们也是看了 就是大刘世王 那他算是一位明君 但是受到帝国法律的限制呢 他几乎害了 无辜清白的丹尼里 他本身就相信有神明存在 但是后来呢 他亲眼看见耶和华 如何保护丹尼里 把狮子的口闭上 那就让他最后尊神为大 自我谦卑 唯有丹尼里的神 是至高的神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 居鲁尸王 就是通过经文的预言 他意识到原来神 是至高的主宰 甚至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为他取好名字 也引导他走在 已经预备好的道路上 那基督说呢 他不但谦卑 他更是顺服神的话语 愿意照着神的嘱咐 完成神给他的使命 所以呢 神要我们成为谦卑的人 或许我们可以等他 使我们谦卑 或通过困难 或苦难 让我们谦卑 但是呢 那不是神最初的目的 那不是神最初的目的 神最想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看见他的至高 经历他的伟大的事后呢 愿意放弃骄傲 谦卑自己 这不论是宁布贾尼撒 波沙撒 大流士或基流士 都一样 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 他说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还有彼得千书第五章第六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那我们如何自我谦卑呢 对很多人来说呢 谦卑是一个决定 或许我们心里会想 如果我谦卑自己的话 神有一天必会叫我们升高 或许我们心里面也是会想 如果我谦卑自己 就不会经历苦难或困难 或者可以避免失败或跌倒 所以我们谦卑自己 最终呢 是为了自己好 那我告诉你 谦卑其实是一个回应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在 就是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呢 他才八岁 他才八岁 他在耶路撒冷 他做亡三十一年 他敬爱耶和华 他登基十多年之后呢 他决定要修理圣殿 然后呢发现了律法书 他听见了 他听了律法书的内容之后呢 他感到非常的痛心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人民 并没有遵循神的吩咐 单单敬畏耶和华 反而他们去向别的神去烧香 所以他决定要寻求耶和华 这时呢 神就通过一个女先知来回应他 在《六王记》下 记二十二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有关你所听见的话 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 和他的居民的话 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 受咒诅 你的心就顺服 在我面前谦卑 又撕裂自己的衣服 在我面前哀哭 我已听见到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神看到约西亚的内心 是顺服神的 是顺服神的 那顺服呢 在希伯来语言文的意思呢 是柔软的意思 柔软的意思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他约西亚 他对神的心呢 是柔软的 是柔顺的 你知道吗 你在煮饭 你在腌肉的时候呢 你为了要让香料的味道 能够进入肉里面 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牛肉的话 你要稍微敲打 对吗 如果是鸡肉 你要帮他按摩 对吗 对不对 按摩 按摩 不管你怎么做 重点是 你就是要让肉质变嫩 变嫩 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香料的味道 约西亚的心呢 就是向着神的 也是柔软的 他经历了神 他看到至高神的大能和伟大 他知道神如何带领以色列 离开埃及 进入应许之地 那这些事情呢 他每次听到呢 他都会把自己的心放软 让自己可以吸收神的话语 也可以顺服神的话语 所以 谦卑呢 就是像师母所说的 之前所说的一样 是退后一步 然后 然后退到 就是退到下面 然后把自己放低 放低 而这个动作呢 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伟大 神的无限 我们深深感叹 内心敬畏 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放低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就是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伏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因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我们要从最谦卑的人学习 那就是 耶稣基督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八节 他这么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凡道虚几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极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从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耶稣呢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看着天父的伟大 看到天父的爱 他就放低自己 从这一颗柔软的心 愿意顺服 甚至于死 甚至在使徒保罗 他深刻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以前是多么的骄傲 的骄傲自负 他却在经历神之后呢 他深深被神的至高震叹 他也被神的爱感动 所以他要柔软自己的心 也放低自己 去顺服神的旨意 服侍神的子民 那在今天的世界里呢 很多人都在谈论 平德和人权的话题 对吗 human rights equal rights 例如男女的平等 职场上的平等 种族的平等 或者是人权 甚至最近 不是最近 最近几年 连动物都有动物权 对吗 那每个人会开口说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你有的我也要 我有的 他们也要 我要和这个一样 或者和那个人一样 所以不要误会我 我不是说这些 对人类的发展不好 但是神的国度呢 却是更进一步的 但是方式却是相反的 怎么说呢 神的国度是谦卑 谦卑意思是什么 就是退一步 退一步 意思就是 我知道自己和你一样 在神眼中的价值 是一样的 神对你的爱呢 和对我的爱呢 是一样的 那我们之间呢 不需要比较 也不需要证明自己 对吗 但是我今天看着你 我今天看着你 我愿意退一步 把自己放低 让你更突出 让你更优秀 我更是愿意 帮助你来发光 成全你 然后跟你一起 庆贺你的成功 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 Amen 了解吗 所以跟你左边的邻居说 你很好 Amen 跟你右边的邻居说 你要为神发光 Amen 你们可以说的比较有 真心一点嘛 你很好 你要为神发光 还再一次说 你很好 另外一边 你要为神发光 Amen 这样才会被感动嘛 Hallelujah 耶稣还有这一颗心 而我们呢 也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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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 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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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主啊 今天主啊 将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心 主啊 这样敞开 甚至主啊 将我们的眼睛 主啊 我们交托在你的手里 主啊 我们祷告 今天 似乎在我们的眼睛 主啊 做个 做个一个属灵的 一个手术一样 主啊 当我们看待别人的时候 主啊 我们不是带一个骄傲的心 甚至我们也不是把自己 看为就是 彼此一样的心 的那种眼神 可是我们把自己 主啊 退一步 把另外一个人 主啊 看为比我们更好 主啊 我们不是在这里 推卸责任 可是我们要带着一个 成全的心 我们要成全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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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左边 六边的 我们的灵舍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就是在工作场所的时候 主啊 我们要带着一个 谦卑的心 来服侍 来帮助 主啊 其他的人 在职场里面 主啊 我们要看到 别人的成功 我们要帮助 他们的成功 在服侍里面 主啊 主啊 不是每次 主啊 站在前面 在台上的 主啊 都是比别人厉害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主啊 反而主啊 主啊 我们要更加的谦卑 我们的自己 主啊 因为我们要 要以你的名 主啊 主啊 为大 我们要看到你 主啊 是我们的至高 至高以上的神 主啊 因为你是配得 一切的赞美的 你是配得 一切的荣耀的 所以我们祷告 求你来 来改变 主啊 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改变 主啊 我们眼中 所看待 别人的眼光 主啊 把我们眼睛的 这个刺 这个凉目 主啊 去掉 主啊 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态 来过着 主啊 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每一时刻 主啊 都有 耶稣基督的样式 谦卑我们自己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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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自己 完全交托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 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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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圣一个 热烈的掌声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